原标题,美买,俄罗斯对华出售多项关键技术,换取中方为其文修唯一航母俄罗斯海军库斯涅佐夫号航母扮回本土后,虽然普京亲自被相关人员授身, 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一种激励士气的手段,掩盖俄罗斯海军日薄西山的境地。 库斯涅佐夫号的中东之行,除了内滚滚黑烟外,包括先服役的米格29KR,损食了五架舰载机,至于其打击的地面目标,远比不上助续俄空军,至于一路往返为是北约,更是谈不上。 库斯涅佐夫号赶回本土后,马上就入雾迎来了拖连已久的大修,最初,由于资金的缘故,俄罗斯海军似乎并未打算换掉其故障重重,无法输出全部公寓的动力系统, 但最终还是决定,为其进行全面大修,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升级,但随着那些事故,不仅全俄唯一一艘能够修理航母的浮沉无沉没,航母本身也受损严重。 在事故发生后,尽管俄罗斯方面称,要将已经失去动力的库斯涅佐夫号,前也能其他船厂继续修理, 但很多军事评论人员都认为很不乐观,俄罗斯已经暂时失去了大修库斯涅佐夫号的能力,如果强行自己修理的话,不仅没修时间和花费要大幅增加,而且最终结果了很可能并不理想。 近日,美国著名科技网站Next Big Future,透露消息称,俄罗斯方面最终向现实低头,打算向中国转移多向先。 近技术,换取中方为其修理,并升级这艘唯一的航母,据称,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将对电磁炮和大型水面战舰发动机系统,产生巨大提升。 截止到目前,俄罗斯俊方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任何评论,能够为俄罗斯维修,并升级苦思念佐夫号的国家并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几乎不用下,但高乐号大修即将完成。 尽管此前俄罗斯已经从中国进口均用极叠芯片和光学玻璃等,但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逆向输出,这还是第一次,不管是出于维修能力,还是资金等方面的原因,俄罗斯最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向此前总能保持优越感的中方低头。 更尴尬的是,Next Big Future还特别提醒,如果俄罗斯不再建造新的浮船物,那俄罗斯的所有大型水面战舰,包括基洛夫和光荣及巡洋舰,都得依靠中国才能维修升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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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